今天是4月20日 4月20日的啤梨晚報 今天開始的人少了 可能我們太早 人們想到我們一定是六點半 不是那麼容易想的 都是說那件事 希望大家能夠盡量準時 那麼長時間去到啤梨頻道 找到那個Live的節目 找一個渠道很簡單 首先如果有推播 按推播進來 如果沒有推播 發現不到推播 直接去Youtube 找啤梨頻道 接著見到那個圓圓圓 那個藍色 藍藍綠綠那個什麼 按進來 應該就找到我們直播頻道 如果找不到的話 簡單一點 就直接去我們上網 啤梨媽TV.com 那裏有我們的直播畫面 那你踢踢左下角的Youtube 都可以來到Youtube這裏 真的沒有辦法 有些可以在Facebook 其他渠道看 但我們當然是建議大家用Youtube看 開心一點 稍後我們也會公佈 我們的Youtube會員制 現在要設計一些 還有給一些優惠Youtube會員 當然 Youtube會員和我們平時的付費會員 是有些不同的 OK 我相信支持我們 一定有不同的渠道 即是去支持我們 今天呢 我們見到Studio 就倒閉了 為甚麼呢 終於今天呢 我們又多了一個part time 這個part time 一個星期來兩次的阿姐 你未見過 他帶我九年而已 但是呢 他開頭上來的時候 我以為他沒有聽過節目 應該 我可以在這裡說 即是我太太 那些都在 我真的想叫他 當他不是Auntie 而是婆婆 她保養得不太好 其實相差很遠 五、六十歲的人 也不要說五、六十歲 四、五十歲 你有保養和沒有保養 或者有打扮和沒有打扮 都可以相差很遠 我們看看林鄭月娥 62歲 你說像不像62歲 其實都算年輕 對比我們以前認為 所謂老人家的樣子 雖然都是養衰 但是他是一個含家產 你不能算 是一個屌子 死短命 香港搞到今時今日 真是紛紛擾擾 其實好像最近這麼紛擾都好 我都是集中在 譬如阿正去做那個 蔡佳或者王國 有些特法事件 立兩眼 要不然我簡直是沒有興趣 聽 沒有興趣看 什麼大違背 什麼大不了 好像表了沒有那樣大件事 好回來第二節的 《啤梨晚報》 有些網友說 已經讚好幾個戶口 多謝大家 為何16萬多 你不要問我 可能是風格問題 我也不明白 我認為不是很多人看的頻道 都會有 約30萬訂閱 如果說政治是困難的 你說其他頻道 音樂頻道 那些就容易很多 是 那些稀笑露罵 那些 你說好像我們那樣 這麼硬性的政治 其實6萬我都不算少 那 有沒有推播 其實呢 20萬是一個 里程碑 因為據我們所知 好像有5萬 一跳就20萬 那他對於你的節目的推播 你有那麼多粉絲 他就會有一些不同的政策 但是我們逐步逐步來 不是 20都不兜 何況是25 至於其實現在 近來這個事情 我要再說多一次 其實是不關黃標事 可能有人會在哭 說關黃標事 或者有些人關 但我們就不太關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黃標 反而就是關係到整個政策 又或者現在疫情的影響 我們希望快些 可以 你說是否可以完全回復以前 我都很懷疑 因為你不要忘記 就是23條 is coming to town 我也希望快些 讓我跌心水 起鬧 你想要走人 廖柏康是誰 廖柏康FB直播好像很出名 現在他在說什麼 就說在沙田廣元村 大約就是6點鐘 他開始了 有些黑警就闖進去其中一個單位 亦都傳出黑警入面打人 即入面他有手足 於是有區議員就說他拍攝 開拍攝 例如立場 那些都有 他要過去 要霸光他 各議員 我猜是 於是現在很多人都在看那邊的直播 希望大家繼續去支持啤哩頻道 首先我看到我們現在五千多人 對比我們以前過去的時間 應該是八九千 即我們怎麼計都是少了四五千人 沒錯 怎麼計都是 以前是過九點之後才會跌破十千 這個是我第一種心裏的痛 別人在外面說金錢收益 我不說金錢收益 作為一個演員 我們一個藝人 一個表演者 觀眾人數是相當重要的 喂 如果有一天我們有機會去到洪館 不要說四面台 三面台八千人去做我們的Live Show 喂 演講 比 speech 都興致勃勃很多 是吧 混身解數都出來了 雞皮膚都流汗 但是 你只有拍一個人 雖然說 其實都會盡力表演 是吧 希望大家盡量去分享多點我們的視頻 不是 因為那些人去了看港元村的直播 都不是的 不用說港元村的 你們看他最近都是 我們不是看今日 是吧 就算現在有七千人 其實現在是八點多 如果過去我們應該有八九千 即點都是倒閉了 總之是星期一就定頌最多 平時我們不要算 如火如荼的反送中運動 很多時候其實都有萬一二人 對 他說昨晚雖然過晚 但是 那些戶外直播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 現在是說回啤梨晚寶 是的 還有戶外直播過晚 因為在Facebook那裡 你那些人已經有很多人 在那裡進入Youtube 是的 我們平時 正行常的啤梨晚寶 那些人都有Facebook 但是為什麼不進入來呢 Anyway 就有很多 還有那個 還有呢 不能夠錯失的 那些可能有時候發生的機會 就有很多話題 是 你要搞清楚這個重點 好了